在羽毛球界,他被誉为后连理时代的代表人物 在如今被安赛龙统治的时期 他是曾经能够押住安赛龙的人 拿过两次羽毛球四锦赛冠军 以及曾经的世界第一 他就是日本羽毛球第一人,桃田弦斗 他的职业生涯低谷和生活的意外没有压垮他 他一次次跌倒,却一次次地站起来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桃田弦斗的成长故事 桃田弦斗1994年9月1日出生于乡川县三峰市 他名字的日语发音是Momota Kento 他的球迷也称呼他为Momo 但他的名字也有另一种含义 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 所以用了超人漫画主角克拉克·肯特中 肯特这个姓 所以日语弦斗的发音是Kento 桃田弦斗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运动 刚开始特别喜欢打棒球 毕竟棒球在日本的流行程度 相当于中国的冰棒球 桃田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打羽毛球 因为他的姐姐邀请他一起打 慢慢的他就喜欢上了羽毛球这项运动 开始打羽毛球的桃田弦斗就展露出初中的天赋 在他六年级的时候就代表学校获得全日本小学锦标赛单打冠军 小学展露天赋的桃田上到初中自然会吸引到羽毛球强效的目光 他入读被誉为日本初中羽毛球最厉害的富刚第一中学 有强效羽毛球教练的指导和加上他刻苦的训练 在初三那年他获得了全日本羽毛球初中锦标赛的单打冠军 来到高中 桃田选择了也是日本羽毛球最强的福刚高中 不过在桃田上高傲的时候发生了日本大地震 就是产生和泄露那次地震 幸运的是桃田在发生地震的前一天去了印尼比赛 躲过了地震的冲击 但回到日本的桃田没有地方可以训练 因为学校的训练场已经被地震摧毁了 桃田看到此番场景陷入了悲伤 在高中剩下的两年他都要在别的高中学习和训练 来到2012年 这一年是桃田在高中的最后一年 为了给高中生活画下圆满的句号 他在亚青赛和四青赛都获得了金牌 是日本首位获得四青赛冠军的选手 桃田的世界排名也上升到第50位 可以说他是羽毛球界的最强高中生 高中毕业后的桃田没有去大学 而是入选了日本羽毛球成人国家队 开始征战成年组的羽毛球赛事 2013年在爱沙尼亚举行的国际南单比赛中获得冠军 是他生涯首个成人组的冠军 时间来到2014年 桃田贤斗跟随日本队出战团体比赛 贪姆斯杯 贪姆斯杯中一个队有三个单打和两个双打 采用五局三胜制 桃田贤斗属于日本队的二号单打球员 他在小组赛对阵三个国家的二号单打选丑 取得三连胜 帮助日本队拿到小组第一 在半决赛中 日本队面对中国队 桃田以2比1险胜杜鹏宇 帮助日本队拿到宝贵的一分 最终总比分3比0战胜中国队挺进决赛 决赛对手则来自马来西亚 面对传统羽毛球强队的马来西亚 日本队压力也不小 桃田贤斗继续以第二单打的身份 迎战马来西亚二号单打张维峰 并2比0战胜对手 让日本队以总比分2比1领先 最终那场决赛 日本队3比2战胜马来西亚 结束了由中国 马来西亚 印尼垄断的汤姆斯杯 这也是日本队首次获得的汤姆斯杯冠军 在个人荣誉方面 桃田贤斗也在2015年取得优异的成绩 当年的新加坡超级赛 桃田贤斗在进决赛的前五场比赛里 都以2比0战胜对手 获得胜利停进决赛 在决赛的对手是来自中国香港的胡云 并最终以总比分2比1战胜对手 获得生涯首个超级系列赛冠军 也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球员 同年在印尼举行的另一场超级系列赛 桃田同样杀进了决赛 面对丹麦名将约根森 以16比21 21比19 21比7 逆转对手 拿到生涯第二个超级赛冠军 在那一年 能打败桃田的可能只有成龙了 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比赛中 桃田在半决赛面对了成龙 因为成龙发挥的太出色 导致桃田以0比2输给成龙 获得季军 在2015年年尾举行的超级系列赛年终总决赛里 桃田也闯进决赛 面对的是未来的树敌安赛龙 并最终以2比0击败对手 拿到生涯首个年终总决赛冠军 在球场上如日中天的桃田贤斗 却陷入了非法赌博的案件当中 当所有日本球迷都觉得桃田会在2016年举行的 巴西奥运会上拿到奖牌的时候 他和他的国家队前辈田娥嫌疑开了一场道歉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 桃田承认通过田娥嫌疑的介绍参与了非法赌博 并且输掉了50多万日元 桃田道歉说道 自己只是出于好奇心 想玩一玩 田娥嫌疑也为了保住桃田在记者会上泪撒现场 他说责任全在他 请大家再给桃田一个机会 虽然记者会上他们道歉都很诚恳 但造成的社会问题太严重了 也为了给年轻运动员一个警示作用 日本雨连决定让他们两个无限期竞赛 他们的世界排名也被世界雨连除名 当时的桃田即将面对职业生涯的低谷时刻 虽然桃田被无限期竞赛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禁 但他还是保持高强度训练 加强自己在体能和身体肌肉方面的练习 竞赛一年后 桃田专门去找日本雨连再次诚恳的道歉 希望可以多给他一次机会 这次日本雨连愿意给桃田一次机会 让他可以重返赛场 不过还不可以进入日本国家队 因为现在桃田没有积分 也没有世界排名 所以只能重新开始积累积分 桃田嫌疗需要自费到国外打小型的公开赛 来积累积分 桃田先去了在美国举行的国际系列赛 在这项赛事中 他轻松拿到复苏后首个国际赛冠军 紧接着在比利时捷克荷兰 中国澳门的公开赛上拿到冠军 凭借这些国际赛的冠军 日本雨连承诺 只要在年尾举行的日本综合锦标赛中进入决赛 就能重返日本羽毛球国家队 不过可惜的是 桃田在日本综合锦标赛只进入了八强 但是日本雨连看到桃田的实力 还是像以前那么强 甚至更强了 决定让他以加强日本羽毛球队整体实力的理由 重返国家队 时间来到2018年 桃田参加了在中国武汉市举行的 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他成功杀进四强 在四强面对对手是李中伟 并以21比19和21比14 总比分2比0击败对手 决赛则面对同样状态很好的成龙 但桃田更胜一筹 以总比分2比0拿下比赛获得冠军 也是日本第一位 获得羽毛球亚锦赛冠军的选手 接连击败之前从来没赢过的李中伟和成龙 桃田衔动用实力向事件宣布 属于我的时代快到了 桃田举行的一年公开赛上 他再次在半决赛面对李中伟 桃田贤斗还是以总比分2比0击败对手 晋级决赛 决赛面对是2017年市井赛冠军 安赛龙 最强的安赛龙面对最强的桃田 这本该是很精彩的对决 但桃田贤斗以21比14和21比9 这样的悬殊比分取得了胜利 赢得冠军 拿到复制后首个超级系列赛冠军 接着在2018年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 桃田贤斗以赛会6号种子选手参赛 在8强、4强和最后的决赛 都是以大比分横扫对手 拿下生涯首个羽毛球世锦赛冠军 也是日本第一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选手 在这一年桃田贤斗世界排名也上升到了世界第一 2019年的雨潭绝对是属于桃田贤斗的 这一年是他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时期 在那年三半年举行的德国公开赛 全英公开赛 新加坡公开赛 羽毛球亚锦赛 日本公开赛上都夺得了冠军 紧接着 桃田也参加了在2019年瑞士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作为赛会的一号种子 但这次世锦赛完全是桃田贤斗的个人表演 在八强以21比12 21比8 击败李子佳 接着四强以21比13 21比8 击败帕拉内斯 和决赛以21比9 21比3 击败安东森 全部都以大比分赢得胜利 成功未免世锦赛冠军 2019年 全年桃田一共获得了11个大赛冠军 这样的桃田实在是太恐怖了 完全无人能挡 当所有人都期待桃田贤斗 可以继续创造历史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车祸 让桃田差点死去 2020年1月举行的马来西亚大赛赛上 桃田毫无压力地拿到冠军 拿到冠军的桃田 开心坐上去机场的汽车上 去机场的时间已经是凌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开汽车的司机猛烈地撞上前面的车辆 导致司机当场死亡 而桃田坐在后排也受到激烈的冲撞 造成面部多处受伤 眼窝底骨折 直接送去医院治疗 经过这次的车祸 桃田虽然没有生命威胁 但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而他竞技状态也在车祸之后低迷了起来 上月复出后的桃田咸豆 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成绩 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也止步于小组赛 除了在印尼大资赛上拿到冠军 其他的公开赛上都是一轮游 看到如今的桃田咸豆真的非常可惜 本来可以继续创造历史 但生活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现在桃田已经28岁了 但他还有机会冲击世界冠军 看看他未来的路会怎么样吧 本期人物介绍到这里 这里是节目节目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一期人物介绍再见 拜拜